打好这次比赛 继为我们国庆五十周年献礼 以为我们四十年乒乓球的长生不衰 这个庆祝会去献候礼 代表团副团长张谢霖 一席参加国际拼联会议的成员 国际裁判长将于本周末启程 这时装抬不到的 今天距离大为第四十五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 开幕还有六天时间 时兵在回眸 今天向您介绍第四十一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 1991年4月24号到5月6号 第四十一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 在日本的千叶进行 中国队获得三项冠军 但男女团体双双势力 中国男队自二十六届世平赛 首得男团冠军之后 至四十四届共参加过十七届比赛 获得十二次冠军四次亚军 唯有四十一届未尽决赛 并因先后赴于捷克和韩国 进名列第七位 从本届比赛开始 男子团体改为五盘三胜制 四十一届世平赛 另外一个标志是邓雅萍 首次在女单比赛中夺魁 并因此登上了国际兵联 优秀选手排行榜的首位 在此后的近八年时间里 邓雅萍一直稳居乒乓球 与运动员排名第一的位置 这在任何一项体育运动当中 都是很难做到的 在这期间 他在世平赛奥运会和世界杯赛中 共获得十八次冠军 这一成绩也很难有人超越 经过精心治理的北京昆宇和 将于明天正式通行 首届北京大学清华大学赛艇 八人艇对抗赛也将同时上演 比赛用的八人艇 需要由八名奖手和一名舵手来操控 北京大学的八名奖手 平均身高一米八八 平均年龄二十岁 平均体重七十七公斤 清华大学奖手的平均身高 为一米八四 比北大队矮四厘米 平均年龄二十一岁 比北大队大一岁 平均体重七十五公斤 比北大队轻两公斤 两队队员 据使来自两个学校的 在校大学生 其实清华实力 应该说比我们比较强